这个打坐的姿势啊,网上我们都可以查得到 也有多有细微的差异 但是整体上呢,就是下班首先没有区别,就是可以做 不一样的呢,有些这样做,那样做 但是我们说了这个原理,记得这个脚一定要,不管是往上弯,往下弯,一定要噎到这个,两个大腿上 要合,如果累了呢,要换腿 就是你可以不标准,以什么为准,以自己这个身体这个舒适度为准 不要强行的去,就是做所谓的标准姿势 但是,那样的人,他根据自己的目前的状况,受不了 所以说,那样虽然说,效果有的时候反而快一点 但是,这个十分其反,他不容易坚持下来 你疼,他不容易坚持下来 你那种苦修,苦行,我们是不建议的 根据自己身体状况,哪怕是你伞盘都盘过去 就是,就是,有的人,那个,就是喊不着一点 也没关系,慢慢呆 难怪也难死,曾经就是这样来过来的 就是,慢慢,他就自然,身体好了,疼了 那就,到位了,标准 然后,我们从下往上,这个手 国家一般是打这种空音 一个叠一个,其实这也是太极 一个盖一个 然后到家讲这种自无音 就是,就是,蓝花子,夹在这个无名之根 同样的,这个手 就是,也有几种细微的障碍别 这是一种,有这个大拇指顶到这个老公穴中间 还有,太极印 就是,太极印,自无音,有点区别 但是,没关系 你觉得,怎么舒服 以这个为,为准 那个是你身体 自我当下状态的一个需要 咋得劲,咋得劲 至于说,哪个手在上,哪个手在下 你感觉,如果这个腿在上的时候 我感觉这样舒服 闭眼,静心 感觉这么得劲 就以这个,暂时钉 然后,舌头没有区别都是钉伤的 有些呢,其实你睡觉的时候也可以这样钉 有些呢,其实你睡觉的时候也可以这样钉 有些一点好处 甚至说,顶到更后面 然后,舌头中间 卡在这个冷的地方 顶到这儿 然后,自然 甚至 脊柱通 这个万病不省 脊柱不吃也没关系 慢慢来 摸着腰 刚开始,没事 然后,那个眼睛呢 你像我刚开始的时候 也不能自然下水 平时也好,或者是 甚至往上看,慢慢来 可以说 就是感觉 身体要放松 这个肩自然像水 不要寒着肩 虽然 就是你 怎么着,累劲怎么来 简单说就是这样 不管它背无标准 后来呢,就是俩手 这样空着,这么带着也行 这就空眼 安花指 或者别的手指 都行 你感觉舒服 未准 后面我们再讲 关于这个 什么运动 就是最简单的打算 就这样做 与人眼惊心 人眼唯一臂 不要全臂 全臂也可以 你输入未准 就这么简单 都可以 就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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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简单